好然后下面一个话题跟杨先生来说一下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国外的很多的博主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我其实也是看到其他的一些博主在说 所以呢来请杨先生聊两句 就是关于在这个90年的一个事情 然后被现在拿出来曝光的 就是说一对广西的一对夫妇 他的这个超生的孩子被暴走 然后呢当年32年以后呢 这份来自当地卫生健康局的一个告知书的回应说 这个孩子已经有全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 那么这个呢就引起了余贵人的炸锅 就是很多的媒体的这个标题就是说 这个政府合理合法拐卖儿童 所以我想请问杨先生啊 这个事情怎么会被曝光 像这种事情我在我看来应该是一直被掩盖的呀 亲生的骨肉生下来被人家抱着 不知所向 管连了想知道孩子的下来 人之常情 哦 是父母去查的 是社会被调剂的这对父母 想讨个说 嗯 这说明了民主法治的观念开始深入到限制以下 哦 写24个字了 他看了半天发现哎呦对了 我有个孩子被你抱走 下落不明我想讨个说 这个字呢在计划生意的政策的官员 基层官员满红无理施政一个恶文 社会调集不一定是国策 但肯定是土政策 嗯 就是地方嘛 陆陆续续有相关的内容 在广西 在湖南 在陕西 甚至呢就包括陕西被揭露出来那个 富英这个医院的院长 你生下了孩子给你想那死掉了 结果那孩子拿去偷偷卖掉 是 他妈的疆病好几次才行 哪有这样的逃利贷呢 这在没有伦理在没有道德也不能玩这个 他这些东西无法想象 是的 这个比逆英呢 旧时代的逆英还可 是吧 所以我想这个是 大概是这样 天眼山去 终于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到自由讲民主法治的时候 他开悟了 嗯 想到自己曾经生过的孩子不见 想要讨个说法 就这么来 我们才知道 居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还有社会调及人口这个问题 没错 就是这样 而且这个 其实这个 计划生育政策 其实一直被西方所拿来说 我们这个都知道 那么像刚才杨先生所说到的 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情况 包括我有朋友 他妈妈当年也是属于在这个行业的 然后他是亲眼看见 一个孩子 超生的孩子生下来 然后接着护士直接 抽了一管酒精 打到这个孩子身上 就直接把这个孩子 就是在他们看来是 他说那个护士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表情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问杨先生的就是说 这个关于人权的这一部分 你觉得中国人自己本身 对于自己的人权的认知 是不是有限 而且中国的社会 是不是不让人 有这样的人权的认知 人权的概念 在中国的传统概念 历史上是很淡化的 普天下都是王土 中国的几千年强调的最多是皇权 没有人权 哪有讲到人权 如果有人权 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殉仗 殉奴制奴隶制到民中业清到民国的时候 在真正的汇存 这个蓄奴 大梁山西藏 隆奴制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 才彻底的汇掉 所以大梁山现在很多遗族同胞 都是敦着吃饭 这都是一种 黑仪跟白仪的奴隶等级制度的差别 所以我想中国是没有人权这个概念 那现在中国人是不是有点认知了 民国开始有 你这有人权 你那样中国现在讲 妇女这个上捷育 是 几千个妇女到现在都有后遗症 上年纪的过程 对 是的 强行银产堕胎 美国相当于的时候 现在在美国华人社就有不少人 就是因为计划生意超生 然后到了美国 到了西方国家 就拿到了这个 居留钱也有很多 是吧 这是美国这个人权的 是吧 美国人很多人领养的孩子 可能很多都是创贵 一个孩子三千美元 都是社会调剂的孩子 大饥荒的时候 上海江苏有几万个孩子 被调剂到内蒙古去 让别人养不活 这是成为中国大陆 现在晚年很多老人回乡探亲 而就指了 这个寻亲的一个 非常悲剧的一个故事 所以被调剂的孩子去哪 这人们都能追问 所以自古以来只有皇权 人权的观念极其的模糊 现在讲人权 可能也还是个忌讳 当然 讲到人权的话 现在吵得最厉害 就跟美国跟西方国家 那你说我人权不行 我天天就写美国的人权白皮说 人权是一个以生俱来的东西 对 这个观念到现在为止 在中国大陆 也不是那么的清晰 当然也不能完全按照西方 那个标准来衡量 但是人类社会 总是有一个普遍 能够接受的价值观 人权就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讲到中国大陆开始 由于是讲人权 应该是改革开放 逐渐渐的才有人权的改变 大概是这样 所以人权是个软肋 可能在美国也可能是软肋 美国有自己的人权的问题 当然 其他国家也一样有 对亚裔族群的歧视 也就是个人权主要保障 没错 就是 是的 这个就像这个我们最近 美国吵得非常热闹的 就是这个堕胎权的问题 所以其实 我就在想啊 到底这个堕胎权 它是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吗 如果是属于人权的一部分 那么美国宪法当然是有规定 但是现在呢 美国最高院又说 美国宪法里面没有关于 堕胎权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明文的规定 所以这也是美国自己本身 存在的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争论 社会制度也在面临一个 大的盘整和检讨 对 美国是清教徒建立的国家 那么白人这个种族在这方面 是由他自己的一些坚持 对吧 我们读过了很多的小说 都有名秽这方面 且不论印第安人土著人的问题 这个是圣商的那一下 叫红死 红死之类 很有名的 这个美国的很多像欧亨利的小说 美国的几个伦敦的小生活 多多少少都在流落 但是每个社会都在成长的进步 是 当然也不明白 是的 在人权这个问题上 当派上 我们每一个国家 人之所以成为人 都要维护自己尊严的潜力 我想在这方面 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赴免 是的 没错 那么杨先生 其实我记得在这个 我们修两会的题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过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铁链女 刚刚出来 那么现在又加上 像这个社会调剂 我们也看到 刚才您说到的 就是说之前的 对一些进华生育也好 或者其他问题的一些强拆 或者是说这些 这个拐卖儿童的这个部分 其实对于这个美国来说 都会有重点 就是重罚重判 那么但是中国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看到 您觉得未来中国在这方面 是否能做到 美国的重罚重判 也是有一个历史的推演 逐渐的在做我们的 法治的健全化 对吧 当那个贩卖黑奴 或者对黑奴的 黑色人种的这个 残酷的那个东西 对印度安人 但是他过去的一个原罪 所以他的国家这方面 要拨乱反正 要做一些真正的指摊出来 暂时我相信中国大陆 暂时还没有办法 跟美国的法律 和西方法律来看齐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约翰国王签署大宪章 是一二一五年 主持人一二五一五年 那个时候人家正在限制皇权 听众私有钱 私有财产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南宋 对 南宋 你想那个差距有多大 对吧 那么对这东西呢 我主张理应重派 理应重派 对社会调查 这样的现象的追究之类 对 一个社会个体生命和历史 都不能够默示 当一个社会对于个体生命 和历史的态度 就决定了这个社会 整体的变化和未来 对中国我也是这么期待 而是这么评价 个体生命就是个人 人群 是 历史曾经犯下了错 你不能够回避 说没办法追求 没办法要怎么总结 怎么对人民有个交代 是吧 皇权虽然被破除 但是有另外一种权力 也是至高无上 如果要恢复到这个 伟大复兴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这个复兴 我不能无法尖难 要中华民族富强 有尊严的站立在世界民族之内 得到所有民族和所有国的尊重 中国还要走很长的一段 光有钱不行 当然 是的 谢谢 谢谢杨先生 这个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跟杨先生聊天 那个你可以从杨先生的这个解读当中 了解到一些杨先生在他经历过之后的一些 这个精炼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 其实应该是很宝贵的 所以我们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听 因为今天这个 我做节目的时候 杨先生就是 有人就在问说 你就是说我 说你在美国依然在做中文媒体 那证明你还是有优越感 但是我想说的是 说实在的 我的英文不好 所以呢 我也没有在这边上过学 那么对于我进入美国主流 可能是有一定的障碍 但是我还是愿意做这份工作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 真的是去传达一些不同的声音 或者是让大家了解一些 不同的认知 享受到美国自由表达意见的 这快感 对 是的 没错 这个 我记得独立日的时候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当时我说 李根总统曾经说过 自由就是说不的权利 所以我也希望 这个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 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一些认知 和一些这个 像杨先生这样的一些经验 好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等一会儿一步的 杨先生的老杨到处说 那么等一会儿呢 他会在他的频道 跟大家做直播的互动 当然会谈安倍这个话题 所以大家有什么 想跟杨先生互动的 可以在香港时间12点 一步到杨先生的直播间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锦铃周点评 下个周五 我们再见